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今天又有一個好消息 有關姜濤的之前舉行演唱會 被和牛黨搞到滿城風雨 但現在又有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呢 今次終於給了一次和牛黨嚴重的教訓 這個例子相當之好 但這個例子就由一個澳門姜濤 分享消息給高登仔看 他就說很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今次澳門政府做了一個演唱會的神明祭 是一個突擊式的演唱會神明祭 很明顯今次對這個和牛黨迎頭痛擊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值得我們姜濤去慢慢誓意欣賞 而高登仔你知道的 姜濤一直都叫我們不要買和牛 但當然有很多姜濤都不理 照買和牛 我其實對這件事就有些不開心 但當然我自己都很反對和牛 這次澳門政府就迎頭痛擊這個和牛黨 做得相當之好 澳門姜濤都把這宗新聞分享給高登仔看 高登仔一看 咦值得一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呢 接下來在夏年年頭 現在不足四個月 接著就有MIRROR的寶菲演唱會 當然我一次落實 還有接下來還有兩位成員的演唱會 還有說明年會不會有機會 有機會又唱多次演唱會呢 姜濤 今次的打擊和牛事件 究竟有多少份額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呢 一會和大家慢慢講 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留言這段影片 還有最緊要就是 可以的話就可以課金支持 超級感謝 超級留言 有你們的正面數據就可以 高登仔和Youtube 說回之前Haters攻擊的情況 可以幫高登仔和Youtube解釋 好 先看看這個消息 在澳門姜濤傳出來 給高登仔 多謝澳門姜濤 他就說 因為早前 九石陽就去 澳門開這個音樂會 開音樂會當然要賣票 這次他就採取一個抽票 那你就要登記了 登記了之後就抽了 早一輪就公佈了 譬如高登仔 用我自己的名字 身份證去抽 抽了之後 以往你只登記了名字 抽了那張票 那張票就沒有印你的名字 有很多黃牛 用不同人頭去抽票 他們當然是用一些人浪式 人浪式的人海戰術去抽 當然大部份的票都下了黃牛 等他們拿到票就可以放出去炒 那突然澳門政府就宣布 今次抽到票的 九石陽音樂演唱會 就恭喜了 所以這次我們都會以實名制 意思就是 他抽到那張票 因為你抽票的時候 要入一些個人資料去登記 抽到那些票 已經交了錢 亦都要交多錢 然後你抽到那張票 就一定要的 那張票 那張票就要打來的名字 實名制 OK 那就大件事了 那就是說 有很多黃牛黨 就用一些人海戰術 人頭 他們抽了很大量的九石陽票 但是我的票 就全部變成實名制 那真的是 換言之是什麼意思 換言之的意思就是說 那些票 就要焗硬自己看 明白嗎 錢 又給了 票 又抽中了 那些票 又會寫你的名字 那意思是說 你不去看 那你就浪費了那張票 你也不能夠 去轉手賣了那張票 結果是怎樣的 結果你想一下情況 譬如九石陽演唱會 因為我不知道澳門那個 有多少票 我先當它 兩萬張 那可能黃牛黨 用它一些驚人的 人海戰術 又或者是 用它一些人頭戰術 可能佔了一半 拿了一萬張票回來 但是那一萬張票呢 全部都是說 那些澳門那些人 就說其實那邊 都很多那些人頭 譬如可能 因為它要說很多那些 真的要用真實 心法去抽 結果可能真的 拿到一萬張票了 沒有了 那就是說這一萬張票 黃牛黨 是要自己吃的了 要自己吃了它 那就損失慘重了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當時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澳門那些黃牛黨 究竟對於九石陽 那種的期待 和驚怕 譬如高德仔有機會 看九石陽的 我也希望去看一下 結果呢 就有大量的黃牛黨 就要吃了 那些票 又轉賣不到 又炒不到 結果呢 就令到呢 哎 就是令到 黃牛黨呢 就損失慘重 那澳門的薑糖呢 就分享這件事情 那就是澳門的 薑糖群組那裡呢 就宣揚了 那直接 CAP了圖 就說 嘻 今次那班 抽到票的黃牛黨 今次你今次 還不XX 就不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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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頻道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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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網友呢 就 去到那些澳門的論壇 那他呢 就今次大讚澳門政府呢 就呢 希望呢 以後澳門呢 一舉行演唱會都這樣 那他說呢 今次在盛讚 今次澳門政府是幾快手 抵讚 那他說呢 就希望那些私人機構呢 就可以參加一下 參考一下 這樣 對不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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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就很有趣 這件事 結果造成什麼影響呢 後來有網友分享 在接下來的一些 on schedule的澳門演唱會賣票的情況 就突然間就容易了很多 譬如說 當然不是有一些活動要賣票 就突然間以往好像很難的 連登入都難 搶票又搶不到好位 現在發覺稍稍鬆手了 沒有那麼多人跟你爭去搶票 很明顯這次有些成效了 那麼我們會不會都可以日後參考一下呢 如果當姜濤演唱會 當然這個就不是香港政府的安排 因為賣票是MakerView賣票的 MakerView賣票不如這樣吧 你當初賣票的時候 你不可以一開始賣票 你不可以預先過了數 預先過了數 賣票過了數 然後要放一些個人資料下去 這樣才行的 一些實名制這樣 然後就突然就宣佈了 這次我們這些票就會實名制 這樣殺到個黃牛黨措手不及 但是高登仔怎麼看呢 其實我覺得根本已經不需要這樣做 對不對 因為那些黃牛黨 經歷過我一次 就是這個九石洋演唱會的選手爛腳的時候 我想有些黃牛黨都害怕了 有些黃牛黨都害怕了 那麼因為我一次應該他們都損失慘重了 究竟買回來的票 他們要自己接受 還是捐給慈善機構 我不知道 可能黃牛黨現在已經變成了 澳門最大的捐票的慈善機構 即是沒理由自己吃 吃不到的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已經講消息 當然說 這次澳門的九石洋演唱會 票就賣光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但是呢 去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又不知道 是不是 又不知道 所以那些人就說 正啊 這次我買到票 這次一定坐得很鬆動 可以一個人坐兩個位 我相信 正啊 這次 還有呢 當時我去到九石洋演唱會 肯定那些貴價票 肯定是沒有人坐的 到時候呢 我就呢 早點入場 坐定定 去到那些票坐下 那我相信呢 就沒有人趕我走的 因為呢 那些黃牛黨呢 應該都會進不來的 除非捐了給人 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呢 就 我想這次這個 這次這個 操作呢 令到黃牛黨這個損失慘重的話呢 我相信他們都賴以有警惕的了 那因為呢 原來呢 可以呢 這樣玩法的 就是這樣 賣票的程序啊 可以這樣玩法的 就是有機會你 喂 你買 你賣這個票 你賣這個演唱會票 跟著呢 就變為這個神明祭 出票的時候 印上你的名字 咦 那可能最終會殺到一班 就是 黃牛黨掃手不入 還有損失大 所以呢 在下一次 如果姜濤會開演唱會的時候 有機會呢 就 那幫黃牛黨呢 就會 引用回今次這個 這樣的傷痛經歷呢 那下次出手呢 就不夠膽了 分分鐘不夠膽呢 去干涉 或者買這個 買這個姜濤演唱會 搞到天翻地覆這樣 喂 真的你想一下 那時候 當姜濤宣布開這個 個人演唱會的時候 搞到什麼事 就是 我又提醒一下 大家的記憶 是不是 塌伏伏 大家想一票難求 想買一張姜濤演唱會的 買一張姜濤演唱會的演唱會票 是多麼困難 是不是 買都買不到 大家 在電腦那時候 那張姜濤演唱會還記得 已經教好那些攻略了 正常情況之下 應該如果你做好那些準備功夫呢 應該將買到票的機會 會不會兩隻加大了 是吧 但是最後 最後 我應該是 倒閃了幾個小時 我記得是 四五個小時 結果呢 去到下午兩三點一 才重開 那時候才買得到 結果搞到大家都 就是 非常之掃興 在我不同的影片 我都跟大家分析 我甚至是加入了那些 黃牛黨TG Group 幫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甚至誇張到 尾場那個 黃牛架 四萬多一張 非常之令到人憤怒 非常之令到人憤怒 還有氣憤 簡直是 結果上次姜濤演唱會 就是 有大量的姜濤 就應該 不屑於幫襯黃牛 不屑於幫襯黃牛 因為 我都一再強調了 姜濤其實 一早已經跟我們說 不要幫襯黃牛 即我作為姜濤的 應該是要 聽姜濤說 即就算不是姜濤說 我們都不應該幫襯黃牛 即我都說過 你當今天 你幫襯黃牛 就算 就算你不要說 四萬元天價 是吧 你就算說一張票 你給他賺 一百幾十 都好 那他都叫賺 即當一個人 一幫黃牛 是不是 有了一個 利益 有了一個甜頭 那下一次呢 他就會更加張闊 更加模糊爪 去破壞你下一次的演唱會 因為呢 這次如果有利益的話 那下一次呢 他就會更加瘋狂的跟你搶飛 那結果 就會形成到 我們下一次更加無機會 可以看到姜濤演唱會 是吧 當然 現在這次Market View 都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呢 他將尾場呢 就變成一個 網上直播啦 這樣 又收你幾個水 這樣就可以看到網上直播 也都令到呢 所以 姜濤美場演唱的那個黃牛架呢 就崩潰 崩潰 那這個也是做得好的一個工作來的 我高中仔都是有提有讚啦 你做得好我當然會讚啦 那都做得好 那 結果呢 就 當然有些姜濤呢 就在我一次就 都說 因為姜濤的首個人演唱會 那他要幫襯黃牛 那我那些 我就沒辦法了 沒得說 如果你們覺得姜濤都叫你們不要幫襯黃牛 是不是 你們作為姜濤 忠實的粉絲 是不是 都要去繼續幫襯黃牛 那我就無話可說了 當然 那 結果 就 即是去到 尾後總之就搞到 大家都很煩 有些人就選擇幫襯黃牛 有些人不選擇 就這樣幫襯直播 那這樣一定很開心 在家裏 是不是 我情可 我那些錢 去 買一部靚電視 看直播 我給麥卡Ville讚 我都不 我都不給黃牛讚 因為你養大了他們 在下次姜濤演唱會 肯定又跟你再爭過 那你永遠都沒辦法可以入場支持自己的偶像 就是說 幾個不開心的一件事 那所以 所以 我想 有很多人 都 其實懂得到高登仔的意思 那都 在這些位置上面 都希望可以給到 黃牛黨一個教訓 所以這次 這次 澳門的 九成二人音樂演唱會 做了一個好的示範 令到 這個 澳門黃牛黨 其實澳門黃牛黨就是香港黃牛黨 那 這次 焦頭爛壓 所以這次 都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令到 黃牛黨究竟會不會在以後 姜濤演唱會 再跟我們去爭 再跟我們去爭姜濤演唱會 令到我們沒辦法入場就不知道 不過呢 如果 如果 根據去年 Muckupville 即是開 姜濤演唱會的成功經驗 其實大家都盼望 在2024年 再開一次姜濤演唱會 但當然我自己都一再強調 其實老實說 姜濤 有沒有這樣的條件 再開一次演唱會 客觀上是有 但是呢 他身體的腳傷上 我告訴你 是沒有的 是不是 如果他開得演唱會 那我倒不如鼓勵他去 去治好自己腳傷 是吧 治好自己腳傷 是吧 因為開一次演唱會 你估計那個 所花費的體力 精神 你估計少的 是不是 而姜濤 以他一個這麼認真的人 上次開演唱會 我們看得很開心 又有主題 又有主題曲 又表現得非常之好 那 姜濤一直都表現得非常之努力 那如果你再開一次演唱會 那你叫姜濤再給一次體力上的挑戰 是吧 那他的腳我都不知道他應不應付得到 那所以呢 為了長遠來說 打擊和牛黨也好 或者姜濤選不選擇 治好自己的膝蓋也好 那我相信都是邁向一個 很好的地方 或者是很好的趨勢 那所以我想我作為姜濤呢 都是很樂見其成 因為姜濤呢 是可以繼續有良好的身體 還有未來和牛黨是會消失 還有不要再跟我們去爭姜濤的演唱會 甚至其他的演唱會也好 那我相信這些就是相當之好的一件例子 那我好多謝 好多謝 好多謝 好多謝澳門的姜濤 分發這個消息給高登祭聽 那我都私底下 我都回饋了他們一些東西 那香港才有的 ok 好 那這次姜濤的中文新聞報導 就是這麼多 那下一節我們回來 繼續 bye